暫停或延緩修正 提出解決方案 幾位Uber駕駛喊出訴求 因為交通部宣布 汽車運輸管理規則修正預告 未來租賃業者合作的資訊平台 也就是Uber要日租或以實際費 稅低一個小時 會 真的會 我不騙你 這是我唯一的收入來源 真的 我全家都靠這份收入 真的非常嚴重 一個小時的行程 要一年大概可能只有三到五次而已 所以如果以這樣子來修的話 可能對我們的影響非常大 我等於就是失業了 Uber駕駛以實際面收出不滿 向台北到桃園機場 最多40到50分鐘而已 規範一改 以後就沒客人再 等於失業 沒飯吃 回顧Uber引進台灣後 勒出不少爭議 為了利品生存 後來改跟租賃業者合作 市場上如果是Uber 車牌應該是R開頭 或者尾數是99 路上看到白牌紅字的車 則是多元汽車車 再加上擁有的小黃 大餅被瓜分成三大塊 其實他出來就把這市場搞亂掉了 他抗議 他抗議 我更抗議 如果沒有一個善意的回應 我們會發動一個大規模的抗爭 對此招龍部回應 預告本來就兩個月的緩衝時間 未來會採納各方意見 就怕雙方再談不攏 殺一個上街頭的 就變成Uber駕駛 東三新聞聯大發張一辰 在台北採訪報導 《川上國王跟德迅 stun》 《川上國寺》 《川上國的前駐修主》 剛才在台北採訪